每日福音 福音经文在《若望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四节 那时耶稣大声呼喊说 凡信我的不是信我 而是信派遣我来的那一位 凡看见我的 就是看见派遣我来的那一位 我是光来到世上 使所有信我的人不再留在黑暗中 那听见我的话却不遵守的人 我不审判他 因为我来不是为审判世人 而是为拯救世人 那拒绝我不接受我话的人 自有审判他的 在末日 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说的话 因为我并非凭自己说话 而是那派我来的父命令我 叫我说什么和怎样说 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远的生命 因此 我的话全是依照父所告诉我的 我便这样说了 在面对拒绝和不相信的人时 耶稣的态度不是审判 因为他来是为了拯救 在耶稣的眼中 所有人是需要被拯救的可怜人 当人们越有罪 越拒绝耶稣 而耶稣就越同情他们 因为那真是可怜之处 换句话说 耶稣充满爱 以爱点光看罪人 超越人的正义 正义是给人应得的 爱是给人多余应得的 这就是天主的正义 如果我们能从天主的角度 来爱那些拒绝 得罪或伤害我们的罪人 那么 不仅他们能够获得天主的救赎 我们的伤痛 也会被主的爱所医治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 也祈求天主能够光照我们的意志 去爱我们的丑人吧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泉源 今天的福音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